年纪很轻的小女生 但是哎呦可惜 前一阵子年纪轻就开了脑瘤 我们欢迎陈晓蕾 晓蕾好 晓蕾你为什么打招呼还要遮脸 因为我脸现在是歪的 所以我就想要遮一下 怎么真的歪了 因为我那个开脑瘤 所以它太大了 所以它在轻的时候会 就是经过那个颜面神经 所以我开完的时候 是左边完全不能动的 那现在其实过了四个月 它已经有一点可以动了 妈呦 我这 心疼 小雷 几岁 蛮大的 35 也还好 还好 他很年轻 前一阵子开脑瘤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就是 话说还很长 因为中间真的发生太多太多的事情 是我完全 因为我就是一个神经很大条的人 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症状 我都没有特别去注意 然后是直到去年中的时候 我去录了一个节目外景 然后你知道外景都是要跑来跑去啊 大家在那边玩游戏啊 然后我一跑的时候我就发现 我好像没有办法直线 我都会一直这样 前一边 对对对对 那个平衡感就不对了 然后偏左之后 我就觉得好不稳喔 然后我就有点不太敢跑 然后后来可是我也没有想太多 然后再来我就是去录别的节目的时候 像如果坐在我左边的艺人老师们 就跟我讲话 我很常会想 蛤 会很不自觉的 有点听不太清楚 我就会想很想要蛤 可是你知道在录影 你又不可能一直蛤 什么 然后我是我朋友跟我讲话 我也是一直蛤 蛤 蛤到最后我已经都不想蛤了 我都是很敷衍就 哦 是哦 就是敷衍大家 然后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老公是耳鼻喉医生 然后他就说你不行 你要去检查 要去检查 然后我才就是去耳鼻喉科 就是做了那个听力的检查 然后我以前小时候 我是完全不能吃辣的 然后我慢慢这几年开始 就越吃越辣 我就觉得我舌头好像是有点麻麻的 可是那个对辣的接受程度 就越来越高 我就觉得没什么感觉这样 然后我是真的到去做了 刚刚说的听力 他出来之后就说 我的左边已经是70岁老人家的听力了 蛤 听耳 对 然后他就想说你是不是平常 就是很喜欢听耳机听很大声 对啦 对我就说对啊 听耳机 就是你知道还跟着他的那个方向 就是哦对啊对啊 我就是很常听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但是这个绝对也是造成听力受损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 对 当然你还包含其他的 对 因为他是说现在的文明病就是 是啊 现在的年轻人 对很常有这种问题 然后他就问我说 那你有觉得脸麻吗 车头麻 然后我都 其实我早就有了 可是我根本没有去注意 所以我就跟姨泽说没有 我都没有这些感觉 我只有觉得 听力有问题而已 他就说那你不用担心啦 因为如果有那些感觉的话 就会有可能是脑瘤的症状 然后他说没关系 我先帮你安排那个MRI 姨泽说 一个是耳听力 一个是脸麻 一个是舌头 平衡什么的 他都问我 可是我其实真的 神经太大了 当下就觉得好像还好 就都忘了你知道吗 你已经习惯了在生活当中 有这些现象 好像久了你也就 不觉得是个问题 对 没错 这真的是习惯 就是完全不觉得 还有任何问题 然后就MRI出来 我那天去看报告 我在这边跟医生聊天 他在这边开玩笑什么什么的 然后医生就说 你看你的就是这么大 快4公分 那会有一个很大的阴影吧 在一个片子上面 很大 然后它是已经压迫到脑干 脑干都歪了 蛤 对 就是 所以就是要立马开刀 就是如果你没有立马开刀的话 这病其实是没有什么风险 它是个流吗 它是个流 然后 可是如果你压迫到脑干的话 就有医生就跟我讲说 如果你现在没开 你去年没开刀 你现在应该不在了 因为他说应该 这个就是会很容易猝死 而且你怎么死都不死 而且你怎么死都不死 因为它是压迫到脑干 是因为压迫的关系 对 本身流是良性的 本身流是良性的 但是它因为压迫的关系 会导致其他的 对 所以它如果 没有压迫到脑干 我觉得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发现 就是它没有压迫到我的这些神经啊 让我有这些状况的话 想到说状况啊 就是说有些好多小的人 因为你比较粗心 就想说没有啊 没事啊 没感觉啊 可是其实你现在 后来想一想说 你从蛮久以前 就常有头晕的问题 对 大概十几年前吧 我觉得有一阵子 可是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就是 生活做的其实也比较不正常 然后我就想说头晕可能是太累 没睡好 那可是我是晕到那种 就是整个在床上是那种眩晕 然后去医院挂急诊 然后医生就跟我说 你是眩晕症 就是也是文明病的一种 对对对对 他说所以你随时都有可能会复乏 然后我就想说 哦那就是眩晕症 所以我后来 眩晕我们常听到就是 好多艺员也有 江慧的演唱会 还有许盛梅也是嘛 他说有眩晕嘛 就没办法 那很辛苦的 就慢慢就觉得 哦没有问题 而且 因为其实那个流 可以长到四公分 很厉害 因为他其实一年 只长零点几 所以这等于我十几年前 他就在了 就是开始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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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一直没有发现 然后我都觉得 这些问题是别的病 对 讲到这个脑瘤 我们好像很少听到说 身边说谁长脑瘤 脑瘤 对啊 你说脑瘤怎么会出来 你说 什么 熬夜啦 不睡觉 生活喜欢不好听 耳机 现在很多年轻人 戴着耳机叮叮叮叮 躺在床睡觉睡一整晚 超级不好的 对 小蕾我原来真的很看好他的 真的 早期因为你跟这个Sindy 一起主持节目的时候 就是 憲哥女儿 憲哥的女儿 她们双搭档娱乐新闻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女生好漂亮 两个比起来 我觉得 你更有潜力 就是 台风啊 然后 整个的 我觉得 我觉得你是未来很好的一个主持人 所以这当中后来从报章看到说 你经历了这么大的手术 然后 我觉得那个 那个冲击对你来讲 其实我自己也有点吓到 小蕾心情的分享一下 没有 因为我其实听到的当下 因为我还在跟医生开玩笑啊 然后他就跟你讲说 你这瘤这么大 你知道在开玩笑 你突然要 转一个情绪 是有一点难的 然后我就 好 没事没事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 因为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交男朋友 我那时候 好不容易交了一个男朋友 在一起第三天 他被我去医院 就发现有脑瘤 然后 我那时候 看完医生 我走出去 他就说 欸怎么样啦 没事吧 我就说 又就是 长了一个脑瘤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其实 没有大家想象的 难过 跟害怕 我就是觉得 我赶快去找医生 把他处理好 就算有一些医生 真的是觉得太大 不愿意帮我开刀 我就是 一直透过人家去问这样 然后我一直 都是没有什么 特别的感觉这样 直到我 就是 剃头发的时候 我现在有接把 所以看不太出来 这边还是有一点 短短的 剃头发的时候 就是剃到很光的时候 你照着镜子 就会突然有一点 心酸 就觉得 哇 我最在意的是我的 你真的人生要面临的这一块 漂亮 对 然后可是我也没想过说 手术后的后遗症 会有面痰 当然 医生跟我讲了 可是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我觉得它不会发生 你真的什么事都不放心上的 没有 因为我就觉得它不会发生 我就觉得我乐观 什么事都会好这样 结果一开完刀 第一时间面痰 我当时就想说 哇我完蛋了 我人生完蛋了 但是 我也还好 我心情也都一直还好 朋友这段期间来看我啊 跟我聊天 什么什么的 我也都 聊得很开心 我是直到出院的那一天 回到家 我就那一整个礼拜 心情都非常非常不好 然后就觉得很忧郁 因为你一照到镜子 你就觉得 这不是我啊 就是 我好想要动 好想笑 然后你滑Facebook滑IG 看大家都笑得很开心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然后我也好想 好想要笑 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笑 那我现在不行笑 就是那个感觉 可是 我就是慢慢 因为每天都还去 针灸啊 干嘛干嘛的 然后也就慢慢习惯了 因为我还是会常跟 朋友们出来 就是大家啊 开心的气氛 就是可以让我好很多这样 那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那个交往三天就知道脑流的男友 还有持续交往吗 有 因为他其实喜欢我 有十年了 然后 他就是会 一直在我去看医生啊 而且医生是在天母 你知道很远 然后 我本来是自己住 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里 然后可是 因为如果我开完刀 还要回去 他是楼中楼 不行动就会不方便 他就在我开刀这段期间 我们找好了家很大的 然后就搬过去 我们就一起住这样 对啊 好棒喔 男性 很棒 你很幸运 真的很棒 不幸中的大型 对 完全 他是上天派来照顾你 我也觉得 OK 所以你开刀 这个伤口会有多大 哦 超大的 我应该给大家看那个 他大概这么大吧 5 可以吗 慢慢来 哦 现在当然头发都盖住了 但是隐约有看到一个刀疤在这里 哇 那么大一个伤口 至少我现在看到 很长很长 大概超过10公分 通常开的时候 就像我的头发这样 就是从这边一直开开开 开到下面这边来 然后整个会翻开之后 那你讲的钉子 是因为表皮的部分 它把你钉起来 但是外面的那个骨头的部分 它还是用铁丝 有帮你把骨头的部分 你把它绑起来 那里面拿掉一个良性的瘤 对 良性留4公分 快4公分 快4公分 对 那就是空在那边一个洞 我不知道 摸起来是没 它其实不会摸得到 因为骨头是把它盖住的 那其实它那个地方 还是会有脑脊髓液 会慢慢把它充满的那个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的部分 的那个组织 已经被拿掉 也稍微把它清干净了 但是那边附近的 有可能吃到的 碰到的 压到的 都有可能旁边的组织 也一起把它清了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也好在小蕾还年轻 这个不管体力 在各方面你还能够撑得住 去面对这么大的手术 那你现在晚上几点睡 对 请问有正常一点的问题 对 两个三点 你真的很皺欸你 因为我太早就睡不着 不能再过以前的生活了 没有 我有尽量的 就是慢慢 你从四五点进步到两三点 就是有进步了 进步两三点 这就是年轻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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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